球类也有办法客制化,球类趋势一次告诉你,对于客制化商品刻板印象还停留在只能在平面上制作图案吗? 你知道在球类这种弧度曲面上也有办法制作印上自己公司的图案吗? 对于想要拥有与他人与众不同的商品上,你一定要来了解看看现在球类印刷都是怎么制作的。 一生有限公司带您了解我们在曲线有弧度的商品上是如何帮客人精心准备特别的礼物的。 桌球是一种世界流行的球类体育项目,它的英语官方名称是Table Tennis,一级桌上网球。 在国际上,台湾球类运动打一片好成绩的有着桌球、棒球、篮球等运动。 举番桌球教父庄志渊、高尔夫球博手曾雅妮等,以及各个球类运动的各中好手们。 在台湾经由网络票选人气球类运动调查中,棒球拿下了第一名。 棒球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台湾的国球,也有着台湾国球的美名。 桌球种类与材质介绍 1. 高尔夫球 高尔夫,俗称小白球,是一种室外体育运动。 个人或团体球员以高尔夫球感将一颗小球打进国陵的洞内,使用感数较少者获胜。 大部分的比赛有9洞或18洞。 外层材料有巴拉塔、Bellata、Elastomer或沙灵、Sirling。 2. 乒乓球 乒乓球由网球发展而来,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欧洲人,热爱网球运动,但因为受到场地和天气的限制,他们将网球运动搬到室内,以餐桌作为赛场,慢慢发展出桌球运动。 3. 棒球 棒球是一种团体球类运动,是由人数最少为9人的两支队伍在一个扇形的球场进行击球跑位,守备传球形式的对抗。 棒球球员分为攻,守两方,攻方球员打者利用球棒将守方投手投直的球集出,随后沿着三个垒包进行跑垒,当成功回到本垒就可的一分,而守方则利用手套将攻方集出的球接住或直回将攻方球员打出局。 医生APEX UV数位印刷机推荐,快速印刷,特质化的首选,马上预约参观医生展销体验中心,详细了解数位印刷的特色吧。